好 刚刚提到曼妮要去日本的罗德队 但现在她的舅舅又出来 常说她没有要去日本打球 真相如何 我们教会记者翁重文 来带我们了解第一手消息 重文 好了 终止时尚 最大她的洋家曼妮要离开台湾了 让许多的球迷是感到非常的不舍 那么对于曼妮的动向呢 大家的一直移动呢 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瞩目 那么对于她的动向是不是如外传的 因为日本罗德队的网罗 要她去日本打球 所以呢 她要离开台湾 那么今天上午呢 曼妮本身自明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不过由她的叔叔带我回答 她说曼妮并没有去日本打球 我们来听她舅舅怎么说的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提供的办法 在日本的办法 但是你会去日本吗 是的 明天吗 可能明天 明天晚上要去日本或去台湾 根据 根据 因为我们有计划 去飞 明天或明天 好的 那么 舅舅呢 带为曼妮回答这个问题 她说呢 这个曼妮呢 并没有如外传的 要去日本罗德队打球 不过呢 这张消息呢 是她亲戚来带为回答 并没有 曼妮呢 并没有亲自来说明 不过呢 到底什么时候要离开台湾 那么她呢 舅舅说 有可能是今天晚上 或者是明天早上的飞机 就要离开台湾了 让球迷非常的不舍 实际上是我们在现场 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进了还给彭宁主播 好 谢谢程文 看到曼妮的旧